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提醒居住在低洼 以及容易淹水地区的民众 要提高警觉 不要轻忽台风的威胁 金融气象站主任 向各单位详细说明台风相关资讯 梅花台风来袭 根据中央检测局方面预估 从9月12号晚上8点 到9月13号中午以前 是台风最接近台湾陆地的时刻 金融市长刘昌 9月12号举办防台应变会议 要求各单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由于这几天金融接近大潮 牛昌特别提醒 住在低洼及农易激烟水地区的市民 要提高警觉 从今天晚上8点 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到中午期间 这个我们金融周边地区 还是有这个大雨的一个状况 那特别是在新北市的一个山区 可能有好大雨的一个情形 这个都有可能带来雨量 那所以也适逢大潮期间 所以我刚刚也特别提醒 我们金融市市区的几个区 过去经常有发生这个淹水 或者是海水 这因为大潮而有倒灌的一个情形 的这个区域 特别加强警戒 对此明镇处方面回复 已经准备近5000个沙包 供民众索取 公司处方面则表示 各抽水站与抽水机具 已做好准备 六座抽水站跟市区的 四座抽水站 我们不在上午完成功能的测试 跟检查 另外就是0.3CMS的移动 是抽水机 我们也在店内防御常库来待命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方面 也宣布包括基隆雨9月12号 及9月13号停止登岛 倒轮沙滩等观光景点也暂停开放 在基隆雨的部分 因为浪高已经达到洋雨 所以我们昨天宣布 9月12、13两天 进行预防性的这样的封岛两天 那另外在景点的部分 我们到我们沙滩和附阻 做了这个预防性的封闭 也是9月12号和13号 同时也在9月11号 已经派人员进行巡检的工作 渔港方面目前已经有910艘渔船 及132位渔公进港避风 牛昌再次呼吁市民 在台风期间不要前往海边游玩 以免遭遇危险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道 梅花台风逼近台湾 基隆正兵渔港出现渔船卸货忙碌的情况 半个月内有第二个台风 渔民很无奈 而潮进公园外幕山出现观浪人潮 暗巡人员只能加强巡逻 劝导民众离开 天空飘着一阵一阵的雨 趁着雨是刚停歇 既用这面渔港出现渔船忙着卸货景象 船家把握时间 赶紧把渔货卸下 八斗子渔港岸边 每一艘紧紧绑牢在港边不出海 只是这一艘连同之前的轩蓝诺台风 当地渔民说半个月内出现两个台风 出海作业受到影响 真的很无奈 有台风就要回来避风了 就要回来避风了 对的 那个时间点还是算那个 花小姐跟臭丢的时期 嗯 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说这一次可能出去 不到一个星期就回来 尽管梅花台风预测路径 几乎确定不会登陆台湾 但外围环流 人不容小觑 像是既往外幕山 及八斗子朝进公园 却出现大批官浪人潮 暗讯员只能加强巡逻 劝导民众尽快离开 梅花台风归宿路上事故平传 台62线东向18.7公里处 一辆载有整车啤酒的应车 疑似因为路面失滑 车上105箱啤酒直接洒落路面 满地都是酒瓶碎片 还占用一个车道 本案是今日上午10时56分 在台62线东向18.7公里处 发生的山路事故 一辆义影车因载运酒瓶散落路面 占用5线车道 本分局已派员在现场指挥 目前维持单线通行 基隆公路段已到场清理 并提醒用人近期大雨 导致路面失缓 行经各路段请减速慢行 经过警方赶到现场 指挥协助清理 索性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因为疫情睽違两年 全台最盛大的基隆海洋 老鹰嘉年华活动 确定9月17号重新启动 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 将有52队来自各县市社区 学校以及国内外表演团体 采接游行 是12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邀请大家到基隆来感受 海洋城市的魅力 一起进行 换上游行服装 基隆市政府官员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志文 余力馆 蔡世英等人 与冷江国小森巴虎队一起击鼓 宣告会为两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 重新启动 这项全台最盛大的海洋嘉年华会 今年更扩大封街举办 将有52队来自全国各县市社区 学校及国内外表演团体 热情采接游行 在停办的这两年 很多人都有打电话到隔队住 还有到打电话给我说 嘉年华什么时候才会再重新开始办 那今年终于盼到了 这睽違两年的嘉年华游行 所以不管是社区 不管是境外的团队 都非常的高兴 那这一次的队伍的参加 也非常非常的踊跃 大概有52个队伍 那这52个队伍分别有 我们在地的社区的参与 在地的学校的参与 那还有一些特色的 非常耀眼的这些团队 那另外还有很重要就是 外县市也有一些参与的团队来参加 所以这一次的嘉年华会 可以说是历年来最规模最盛大的 除了各个游行队伍外 每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 最受瞩目的就是这些 由各社区民众亲手制作的 大型游行道具 在专业老师指导下 今年更浓入海洋及乐团元素 规划的海洋生物是用 就是一种欢乐的嘉年华的呈现 所以各位看到 会有看到打鼓的鲨鱼 还有打小鼓的鸿鱼 还有这个所谓扮演水母的舞者 就跳舞的舞者 然后我们那个鬼头刀是一个 singer唱歌的歌手 然后呢 我们的河豚它其实是一个直播组 后面上面写的一个kidon 有没有它告诉大家说 基隆是一个非常欢乐好玩又有好吃的地方 向中央争取经费支持 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的立法人蔡世英 除了感谢社区民众与学校团体的热情参与 更承诺如果顺利接棒将会扩大举办 因为我们看到所有的社区好朋友 其实他们都自动自发的出来 还有很多的学校 这个跟很多的文化艺术活动 都只是少数的文化精英在表演在参与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活动的形式 所以我非常高兴 也鼓励也欢迎全国的好朋友 9月17号来到基隆 看我们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 由于疫情仍旧起起伏伏 主办单位也规划了相关防疫措施 呼吁参与游行团体与民众配合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防疫 因为虽然疫情比较趋缓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 那第二个呢就是戴好口罩 这一次的嘉年华会 我们跟社区有做了一些讨论 希望不要就是脱下口罩 这个也是保护自己保护参与的民众 第三个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进入正常生活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为了欢迎参与海洋老鹰嘉年华采迁活动的 外线市团体及民众到基隆旅游 基隆市政府方面 即日起也推出欢乐三五七优惠双重购活动 民众有机会在平台购买到最低三折的十旅券 及电子邮程套票 到基隆享受在地美食 伴手礼住宿等优惠 也就是从9月12号开始 我们就会限时大概下午四点左右 就会在平台上有这个三折券 五折券跟七折券的这样的一个贩售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也希望 借由这个嘉年华会的举办 来促进在地商家的商机 配合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 9月17号当天下午两点到五点 将实施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 基隆市这方面也呼吁驾驶人提前改道行驶 2022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在基隆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 自从设置原山子分红道后 基隆河就不曾再发生过水患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就建议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 以及下游的七堵段 都应该设蓝河宴 发展水上活动 也可以兼具蓄水的功能 方便水公司抽水到新山水库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服务处人员 一大早刚好入道有民众 在基隆河七堵段上 独自练习滑SUP 也就是立奖冲浪板 让张耿辉有感而发强调 自从设置原山子分红道之后 基隆河就不曾再发生过水患 这么多年来 张耿辉不断建议政府主管单位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 以及更下游的七堵段适合的地点 应该分别设置蓝河宴 来发展水上活动 也可以兼具调节水位蓄水的功能 方便水公司在八堵段抽水到 新山水库储水 找几个适当的地点 施作蓝河宴 那这一次为什么要施作蓝河宴呢 我们现在气球 整个天气气球 地球再软化 未来接水的现象会更明显 那当初我也是希望能够做蓝河宴 一方面可以储水 一方面可以来实施水上的油气活动 因为这一次我们可以从鲜南诺的台风 它降了很多雨 可是我们基隆市新山水库 为什么不能除一些水 那原因是新山水库是离潮市的一个水库 那需要从我们八堵这边来抽水进去 那我们可以做蓝河宴的话 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干旱的时候可以除水用 然后洪湾的时候让水过去 我们可以除一些水 然后一定的水量然后来发展我们的水上的油气活动 张耿辉表示由于新山水库属于离潮市的水库 因此水公司必须从八堵段抽河水 经过过滤再送到新山水库除水 所以八堵段如果设置蓝河宴 可以作为河川干河期间 调节水位蓄水的功用 而七堵段设置蓝河宴 就可以发展水上运动活动 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木科解王等辉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参拜 感受发喜 各位朋友请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价税自用 及减免规定者 请记得于9月22日前提出申请 错过要再等明年咯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属于基隆港务分公司的 暖暖惠民新村 目前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正积极协调港务分公司 希望拆除整平基地后 应该先开放 让民众休闲运动使用 怪手不断来回整理 拆除后的水泥砖块 属于基隆港务分公司的 暖暖惠民新村 目前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上任议员后就不断推动 应该重新活化发展废弃 已久惠民新村的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表示 虽然基隆港务分公司 暂时提出整平惠民新村后 未来规划招商作为 微型商场和停车场使用 不过林敏勋希望 在还没有正式招商前 拆除惠民新村整平基地后 应该先开放 让民众休闲运动使用 那目前得知 港公司这块地 他希望说未来做一个活化招商 那未来会有商场跟停车场的设置 那现在目前都还在这个商场当中 那是会朝着这个微型商场 来做一个设置的这个方向来进行 那我们也乐见其成 希望说这块地可以活化 那有一个微型的商店 让民众可以来这边 做采购啊 做采买 那这个是后续大概是他们这个努力的目标 那我们也会跟这个港公司来这边来做一个协助 希望说可以尽快的完成 那在短期之内 这是大概10月底完成之后 它的铺面会重新铺设薄油 那会是一个相当平整的一块土地 那我们也会来跟港公司希望说就是能够商讨 有做暂时开辟临时停车场的可能 或是说那个保留一块 因为很平坦 那它会保留这个侧门 希望说可以有一个出路 让民众可以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做散步运动 还是说打打羽毛球啦 就是那种简单的运动都可以在这块场地来做进行 那这是后续我们会来跟港公司来做一个协调 除了是我小时候的印象 一路荒废到现在那么久 大概一二十年的印象 那我在当选 顺利当选市议员之后 其实我在2019年 我有找了这个我们那个工研院 我们知通所的这个张副主任 我们到现场来看过 那也是说希望能够做投入这个招商的动作 那未来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跟港公司会密切的来了解 那也密切追踪 希望港公司可以尽速完成这个 办理这个整个土地活化 跟整个营运这个招标这个工作 那让这个地方重新获得一个新的生命 那让这个地方可以更好 林敏勋指出 接下来将持续推动附近冬暖新村的更新活化再利用 这个因为现在目前冬暖新村的停车场 已经是饱和的状态了 那我们跟港公司了解 地主同样是港公司 那我们来做了解 他们是说大概在明年底 会完成所有的这个旧宣社的拆除 那拆除之后 他们会扩充这个停车场的功能 那未来当然这块也是希望说 可以做另外的一个发展 那但是目前短期的规划 是做停车场的扩充 那让我们地内后的这个停车压力 可以稍微疏解 林敏勋表示 这两块土地重新规划发展后 对于暖暖地内地区周边环境改善 和整体发展 都将更有帮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9月12号早上一辆货柜车在中山区 先动西岸连外道路 光华桥路口处附近翻覆 警方据报立刻赶到现场处理 幸好司机只有轻微擦伤 同样感到现场关心的 市议员 庄近盛则呼吁相关单位要重视 改善这里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 在9点半的时候 在先动地区又发生了 我们货柜车的翻车事故 我们在议会也跟道安里面 也曾经一直在跟所谓的港公司 所谓的车道分流的问题 以及这个闸道的一个弯曲路的问题 常常发生这样的货柜车翻覆 之前还有油品车翻覆 还好这两次的事件都不是有危险品 可能是弯道速度过快 以及货柜里面的置物空间 没有摆放的平衡 所导致的一个这样的情形 我希望有关的单位 一定要相当的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能再造成这样的车祸一再的发生 警方初步调查货柜车要上62快速道路时 因为载运的货柜失去重心 不小心造成翻覆意外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了让失智长辈在疫情期间 能够安心受到伊甸基金会的照顾 赵峰慈善基金会特地捐赠三台 落地式红外线热像仪 给伊甸在基隆地区经营管理的 三个巷弄长照站和失智据点 也让辅导单位市政府卫生局非常感谢 长者站在落地式红外线热像仪 量体温马上就感应出 体温是否在正常值内 非常方便 为了让长辈在疫情期间能够安心 受到伊甸基金会的照顾 赵峰慈善基金会特地捐赠 三台落地式红外线热像仪 给伊甸在基隆地区经营管理的 巷弄长照站和信义 以及七毒两个失智据点使用 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设备 能够来就是减缓这个疫情的冲击 包括这些职工跟长者 在这个环境能够有更好的 安全的活动空间 赵峰的爱心也让辅导单位 市政府卫生局 以及经营管理单位 伊甸基金会 都非常肯定和感谢 无限的感动 我们知道失智照顾是很困难的 那失智照顾最重要的是要 营造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环境 那不只让他失智不要退化 甚至社会功能 社会机能能够维持更进步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来到这边 我觉得我们跟他们好像在一起 也需要社会大众的一起的鼓励 因为其实今年是伊甸的第四十年 然后我们今年有一个slogan 就是要共好同行 因为会觉得很多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到 真的也很需要政府部门 还有我们的企业部门 还有我们也愿意去做 其实更重要的是 阿公阿嬷愿意来 就是大家要一起 有了落地式红外线热像仪的帮忙 将可以随时监测长者的体温 同时确保第一线服务人员的健康安全 提供落势长辈一个安心的环境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有思销想趁着中秋假期走私牟利 海巡署暗巡二总队出动征收犬 立刻发现船板底下有大批走私香烟 总计查获将近300箱 市价上看千万元 船舱脚板上出现了征收犬 利用他敏锐的鼻子到处闻船上每个角落 只要闻到不对劲 海巡员立刻出动 启动仪器向下探测 造出不明物体 立刻撬开船板 用白色绳子绑着黑色塑胶袋里 拿起来沉甸甸的 一割开 笔头纸箱里 暗藏玄机 一箱一箱被暗巡员往岸上丢 这才知道 小小渔船下藏了好多走私香烟 纸箱堆成好几堆 占满每个角落 每箱纸箱都装满了香烟 总计查获286箱 14万3000多包的香烟 市价估计1000万元 海巡署北温分属为防止不好分子 趁机从事不法行为 实施休节强化情务查气状案 故本首于昨日晚间7点10 加强船舶安全检查查获顺村生号遗传走私香烟案 档案经海巡署第二区航区主推附成立专案小组联合查气 并派遣征搜犬登船搜索 开船后发现大量以防水袋包装 经桥牌走私香烟286箱 市值约新台并1000万元 后续将依违反烟酒管理法寒宋台湾基隆地方抵察署 涉案人员将由医务师政府会申请进行PCR检测送院作业 海巡署不遇 私香利用部罚管道走私物品 也形成防御库 请国人共同将走私物品与精卖 民众若发现走私人无法行为时 拨打118.5.8分钟 私香原本想趁着中秋廉假夹在走私烟闯关 但没想到还是栽在征收犬的鼻子 渔船船长和三名船员触犯烟酒管理法 遭到韩宋地检所侦办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道 郁城基金会投入迟缓额早疗服务20多年 邀请主播张凌宇担任爱新大使 和连胜五夫人陆勇佳以及活动女王曲爱玲 一起参加爱新小积木堆积马拉松爱新铺满任养活动 期盼各界响应用爱照亮漫飞天使 由主播界公益女王之称的张凌宇 挺着八个月的运渡 现身育成基金会爱新小积木堆积马拉松爱新铺满任养活动记者会 连胜五夫人陆勇佳也以新希望人文教育协会代表身份 与活动女王曲爱玲前来响应用行动力挺号召身边企业好友 一起投入公益关怀漫飞天使 今天付出最多的大概是我 因为大概不会有人想要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再面对工作 你看大家都这么的光彩亮丽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算是一个牺牲打的一个状态 希望呢透过了这个孕妇的现身 然后孕妇带好运嘛带旺嘛 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个计划能够成功 那这个这个什么小铺满的这个计划 我们的积木小铺满 对积木小铺满的计划 其实是一个爱新零全捐的小计划 那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现在认为用我们的善心跟二十力 已经找到了很多的这个企业的捐赠 那我们会这个活动会为期大概三个月 那我们是希望用爱新堆积 它是一个积木的概念一直堆积起来 所以这个计划其实是一个滚动式的计划 我们先有基本的一些基底在这边 那陆陆续续在这三个月中 我们会希望可以发展到更大的一个 它希望成为一个小城堡 我曾经因为让小朋友认知 就是什么是自闭症 什么是稍微这所谓的过动的 而这些不同的名词不是去做标签 而是你要更认识他们 热心公益的张灵宇更迎接日本订阅制 意志玩具系统同意去 与育成基金会长期配合玩具捐赠 提供基金会的早聊孩童 以及弱势家庭更多的资源 再找这个同意去的许总来也是很特别 因为他们的企业主要就是永续 爱地球 爱孩子 所以他们的玩具 0到4岁的订阅 它是每一两个月就可以来开换 那孩子 对于孩子来讲 没有看过的玩具就是一个 没有看过的玩具就是新玩具 所以就无限的循环 那我们也会从 就是他们特别精选从日本的 这一些意志类的玩具 然后来捐赠给我们的早聊的小朋友 来让他们训练使用 那这会是一个长期的捐助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他今天站出来 那吸引更多的爱心企业 那包括加入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爱心小浦满的活动 现在还开放报名 我们现在才开放报名 请大家努力 加油加油 我们年底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看看 同意去是一个以爱为出发点 然后我们以上为做循环 来交到我们的下一代 那这个理念 跟我们育成基金会的理念是相同的 所以这次除了我们把我们的益智玩具 捐给我们基金会 让我们的玩具更延长它的寿命以外 我们另外也提拨9到12月份 订阅会员的10%金额给我们的基金会做使用 那希望这一份的小心力可以让社会更美丽 谢谢 因为育成基金会其实我们是由家长组成的 事实上我本身也是的家长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服务有特殊需求的身心障碍者 那我们已经成立了将近28年多了 那所以我们非常的知道 这个家里有这样子的孩子 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他是一辈子的负担 那可是我们也知道 0岁到6岁是一个黄金时期 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帮他们 真的是发展的弄好的话 那以后这个就成为社会的负担 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自立 那事实上发展实力 透过我们一层基金会 我们有聘用 像社公司 还有教保员 还有物理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原治疗师等等的 专业人员来帮助他们 使他们在各样的发展上面都能够 能够跟一般小孩一样 或者是他们以后长大的时候的障碍也比较轻 也可以自立生活 那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热心的赞助 那我们想说今天所得的清费 我们也会用在我们 疫情基金我们有早疗的中心 那我们会做一些疗育的服务 日间脱育的疗育服务 或者是那个部分食制 那我们其实疫情 我们的团队也有到到载的服务 就是到家里面 然后给他们一些资讯 给他们建议 然后帮他们做疗育 那我们也会利用这样子的经费 办理的像亲子的教育 还有那个筛检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发展迟缓 可是他可能是有一些 可能就是仪式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拿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现场陆永佳和曲爱玲 也和郁城小天使 郁寒一起制作精力汤 与张玲宇一同响应 汉额就业培训募款计划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 公益团体募款不易之时 号召众人的力量 为弱势家庭尽一份心理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标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支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标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支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